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,美国股市在淡尽交投中,收在接近记录高位的水平,这是从全球大流行中复苏的第二个年头。 美国三大股指均录得月度、季度和年度上涨,且创下1999年以来最大的三年涨幅。 自202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,标普500指数上涨27%,截至周四,该指标股指今年创下70个记录收盘高位, 为有史以来第二多。 陆福特从1928年起的数据显示,标普500指数在1995年创下了77次收盘记录高位,是史上最多。 道指今年上涨18.73%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1.4%。 就今日而言,道指下跌59.78点至36338.30点,跌幅0.16%,标普500指数下跌12.55点, 至4766.18点,跌幅0.26%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6.59点,至15644.97点,跌幅0.61%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